28日深夜在台东市人工湖旁 提防道路所发生的交通死亡意外 造成了两人死亡 台东分局初步研判 造势路段道路比直 而且有高低落差 因此车速过快失控 插撞了纽泽西护栏之后 再冲撞到路数 而造成了死亡的车祸事故 死者为两名的男性 目前身份还在确认当中 白色轿车翻在路旁 整台车被大火烧到只剩下废铁 消防员附水线汪车内灌水 就怕火势持续延烧 27号晚上11点台东四处县道 传出有轿车起火 警销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全面燃烧 火势扑灭后赫兰发现车上有两具礁石 初步研判造势路段 道路比直且有高低落差 因车速过快 失控插撞 扭蛇西护栏后 再冲撞路数造成的死亡交通事故 外船是车友兼禁速才导致撞车起火 但警方调查后澄清 应该只是车速过快导致失控撞速 由于沿途没有监视器 也没有目击者 详细造势原因还有在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李明德 渔品杰 台东报道 在警方调查厘清